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们现在进入这一个章节里头的最尾巴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我们的这一个facade pattern的范例 也就是第二组的范例 那在我们上一个小回合呢 我们谈过这一个双层的facade 双层 就类似呢 这个图就是这个图就是双层的 这一个叫做小facade 然后这个是大的facade 这是大四合院 OK 是小facade 大facade OK 然后这个小facade呢 硬件的 的这个驱动 就是driver来对接 可以跟这个hardware的driver对接 然后这个driver呢 就可以控制这个hardware的设备 所以如果这一边的这个模块很容易pmp 就是它拥有高度的变动自由度 那么我们的driver也就能够跟着band hardware就可以跟着band 因此 因此呢 我们的硬件就可以日新月异 啊月异对就是天天都在改进 天天都在换新 那这个是Android做得到 好 那如果是Win8跟这个iOS呢 就只有微软跟苹果做得到 那一般的公司做不到 但是在Android 人人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呢 那在这个例子呢 我特别要来 啊 跟各位说明 啊 怎么应用双层的facade 来确保我们的软硬整合设计 的一个啊 高度的弹性 高度的抽换性 它不只是 透过双层的facade 整合的两种语言 而且还整合的应用 还有软件 还有驱动 还有硬件 而且呢 促进了软硬整合产品的 啊 这一个独特性 以及 我们的 这一个没钱就改版 改版就有钱的 一个赚钱机会 好 那这个小facade的部分 就小四合认的部分用吸血 啊 这个大家都没什么问题咯 那这个大facade呢 啊 用这一个加把血 基本上也没有问题啦 对不对 那么 现在的重点是 这两个桌间 怎么衔接 这衔接呢 也非常的简单 啊 非常的简单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其实它就在这边 再加了一个 再加了一个 啊 模块 这个模块是用吸血 那呈现的方式是用 啊 点so 然后可以把它放在 android的library 它就可以跑起来了 那这个点c的 这个里头的 点so的模块里头呢 到底放了什么 其实很简单 因为 在这里头呢 这一个要宣告成本地函数 这个也本地函数 那本地函数呢 叫做native native的函数 它是相对于java 因为java是通过虚拟机 所以在不同的cpu可以跑 但是用吸血 你就必须配合特定的cpu 所以才叫做native ok 好 那这个native的函数呢 它的意思就是 这里头没代码 啊 这里头是空的 就跟抽象函数是一样的 好 抽象函数是给子类来补 那么本地函数是给c来补 所以呢 这里头的代码 就写在这里 啊 这里仍然有一个new 这个object的函数 然后 它有代码 这里头没代码 啊 因为它会扣下来 ok 那这里头呢 也是没有代码 它的代码也是写在这里 所以这里有一个calculate 函数 里头有代码 它会扣下来 啊 所以当我们的 这个在java层呢 有climb 来扣它的时候 那发现它是本地函数 所以就会来扣它 那这是用c写的 所以扣c的时候 它再来new它 因为这两个都是c的 所以直接new就可以了 ok 然后呢 它扣它的这个calculate的时候 它会扣它的calculate 它再往下扣 这边的calculate 那这样就通了 ok 就把大的facad 把它 这个 衔接起来 就是靠这个so 等一下你会看到 其实这个so 写起来也蛮简单的 蛮简单的 ok 好 那我们就来往下看咯 在android里头的java的类别呢 可以透过gmi 来调用这个c的这个系统 就透过刚刚这里呢 透过gmi 就是透过这个机制 它来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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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往下扣到driver 扣到硬件 就是这样的一个android 就是要整个过程 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就是 要来设计 这个双层的facade 然后呢 运用 zni java c 来实现 一个软硬结合的 一个 情境 那么 这里头呢 我们可善用c的系统呢 就是呈现在so 的快速的运算能力 就是说 c的运算速度比较快 但是 这只是其中的理由 另外一个理由 就是刚刚讲的 它可以衔接到气动 它可以衔接到硬件 所以用facade 它就会让我们的 这个c的主系统呢 具有高度的 变动自由度 所以因此呢 这个c 对到的hardware 的模块 也会有高度的 变动自由度 因此呢 只透过这个facade的pattern 来支持呢 我们软硬件 产品的一个整体研发 OK 好 那这个facade呢 那这个facade呢 它是将java类 以c的系统做衔接 就是双层的 这个模式 意思就是说 我们透过一个 双层的 这种facade 来促进了 促进了 这一个cline 跟这个c的server 这边的对接 透过两层 还有jni 来做对接 OK 那这就是我们 这个 啊 换例的用意 所以呢 外层 就是大的facade 它把jni的知识 封藏起来 让这一个activity 就是刚刚的cline 或是vocate receiver 等等的 不需要具备jni的知识 就可以取得c的服务 它的意思是在讲 这个 当这一个native 这一个大的facade 把jni包起来 所以ac01的开发者 都看不到jni 他只看到这两个函数 对 还有他的参数 因此呢 达到不知而易能用 既然没看到jni 当然就没看到这里头的 这个口罗 所以 通通不知而易能用 发挥了高度的 这个 变动的自由度 OK 那至于内层的 和sade呢 它就是要来保护里头的 c对比的变动自由度 OK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代码咯 来看代码 好 那我们先从ac01开始看咯 那一开始呢 ac01呢 就来 调用 这cline呢 就来调用 这个的new object new object 那因为这是一个静态函数 所以呢 直接用类名 现在 谈的是在这个位置 现在我们在谈的是 这一行 从ac01来调用 这个new object 那这个new object是一个静态函数 所以呢 直接用类名来扣它 现在是在谈这一段 在这里 就是call new object 好 那这new object是属于这个 大夫杀的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大夫杀的 在这里 所以呢 new object 你看它定义成静态 而且是本地 既然是本地函数 所以它这里头实现代码就空的 好 是写在c里头 那这一个 acute也是一样 它也是 函数 它的代码也是空的 也是空的 ok 好 那这个就是大夫杀的java 用java来定义这个class 用java定义这个class 那它这两个的实现代码就写在c里头 写在c里头 好 那我们现在 来看一下 c的部分 好 那点c的就在这个地方 好 在这个地方 ok 在这里 所以这里头呢 就是写的是new object 有没有 那现在这一部分 这个部分呢 就是在那个刚刚.so的部分 我们再看一下 好 现在在看的这一个部分呢 就是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看的部分就是这个部分 好 就是把 这里头是本地函数 所以没代码 我们把代码写在这里 写在这里 这个用c写的 就呈现的so 所以现在是在弹的是最快 ok 所以我们再回来 那你知道现在是在什么位置 ok 所以在这里 现在在弹的就是这个 怎么去实现这个 代码的 所以在这里 那点c就是点h ok 点h是宣告 那点c里头才有代码 所以这里头代码 那么点c里头的new object 它会去new 这个小 小fasad 好 那这里头的代码 这是我用我的 这个lwopc写的 那么你到网络上 可以找这样的一个关键字 你可以看到这是高焕糖创的 ok 叫做轻量级的面向对象的c语言 ok 所以叫lwopc 好 那 这个部分呢 比较不重要 现在就让你了解说 这个时候呢 它去new一个小fasad new一个小fasad 就是我们刚刚 有看到一个大fasad嘛 然后它有一块 是c的部分 所以它来扣这个c的部分 c的部分再来 new这个小fasad 的对象 new小fasad 那之后呢 就可以扣小fasad的init 这样子 这样子 ok 然后再来呢 它就可以 等一下会再扣execute的下来 有没有 execute的下来呢 它会把这个小 小fasad的 这个主针又把它抛回来 所以又把它从reference 转成小fasad 又扣到小fasad的execute 就扣到c里头去啦 所以呢 这个c的部分呢 就比较没关系 c的部分就很简单 像这个就是做 这个半 二元运算的半价器 这是它的c的部分 ok 它是1加1 会产出这个进位 还有它的结果 还有全加器 有没有 在这个全加器呢 它就会去new半价器 有没有 会去new半价器 那至于小fasad呢 它就会去new 这个全加器 有没有 这样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 这个是大fasad 大fasad有一部分是用c写 所以呢 它这个扣到c 之后呢 它就扣到大小的fasad 这小f 这大f 有没有 然后这里头是zmi 那就是点so的那一块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小f呢 它就会去扣全加器 全加器会扣半加器 有没有 然后就可以做运算 所以这里头的整个结构 是这个样子的 OK 好 那这些都写完了 这个连so都写完了 就可以把点c的 这一部分都是c的 这一部分都是c的 所以呢 你可以把这个点so的部分呢 就把它combine了在一起 或者是独立都没关系 因此呢 就可以把整个串起来 就可以拿由c 由java来调用大fasad 大fasad去 坚固gmi来调用小fasad 小fasad再来扣里面的 这个c的部分 那c的部分就可以 去连接到硬件的驱动 然后就可以控制硬件 所以这边我做个小小的结论 易经的意就是变化 那么易经是 的前挂代表上天的变化 就是以龙当代表 坤挂就是大地的繁荣 细中有乱 就是包容改变 也就是所谓的容易 意味着 我们只要懂得如何应用 这个设计模式 来设计出这个细 来以简单的细 包容千变万化 那么一切就会顺心容易了 所以我们需要设计像集装箱 还有主板 就是像fasad mediator等等这些东西呢 对这种接口的对象 一方面呈现简单的接口 一方面呢 包容千变万化 来实现 发挥我们戏中有乱 这种巨大的经济效益 OK 所以呢 我们 不要一直还停留在 乱中有戏 因为乱中有戏的意思就是 戏是别人创造的 已经存在的 我们只是把乱去掉 就可以找到戏 但是这里头失去的 我们的创造力 意思说 戏到底是创造的 还是寻找的 这个不一样咯 在我们这本书里头呢 我比较强调 戏是人创造的 创造的戏 再来包容变化 例如说集装箱 这是人创造的 还有XML 我想大家也都相信 这是人创造的 那么他创造了这个戏 来包容这个乱 有没有 让他的包容千变万化 所以呢 传统的乱中有戏 会告诉我们说 那个戏呢 我们不需要创造 我们只要把乱去掉 就可以找到了 事实上 这个戏呢 是我们要自己去设计的 去创造的 这个情况呢 我们才能够知道 怎么善用 这个设计模式 能够来运用 设计模式 来创造续 来包容千变万化 所以呢 我们就要善于规划 就是设计咯 而且要运用接口 有没有 我们要自己善于去设计接口 然后呢 系统就可以很容易的 把它整合起来 那把很多 不会飞的 这个零件 透过一个好的规划 透过一个序 把它组合起来 让这一群 都不会飞的零件 包括轮胎 包括机翼 包括机尾 包括椅子 都不会飞 但是经过我们的美好的设计 我们的这个设计模式的充分应用 我们整个出来的系统 既然创造了整体和谐 无限繁荣 那最典型的 那最典型的就是 飞上天空 飞上这个天空 然后呢 遨游这个整个天际 因此呢 我们还能够创造革命性的风潮 带来的经济效益 例如说 高老师提倡的 这个EIT造型呢 正在 正在创造风潮 正在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在软件的设计上 Fasad呢 也半年的 一点点的推动的力量 就是半年的 集装箱 主板之类的角色 那么 如果呢 你有兴趣 对高老师的 EIT 然后来 这个 搭配 高老师的 这个创造的潮流 来获得 巨大的经济效益 那么 你就可以 试听一下 我的课程咯 我那100个小时的 课程呢 欢迎你来试听 欢迎你来 创造 整体和谐 无限繁荣 创造你的 巨大的经济效益 那么你用EIT 你可以 所以不用付钱给我 因为 这个EIT是大家共享的 社会资产 OK 是高老师 贡献给 所有的 每一个人的 一种资产 OK 也是一种 天下 最美的礼物 OK 谢谢你 拜拜 拜拜